你,你支持霸队穆家出手 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咱们 谁还敢和咱们合作 这年头本来就是人吃人 姓穆的这些年不行了 活该被咱们给吞露 可是 你在担心穆尘峰那废物 放心,他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咱们面前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你杀了他 谁叫他老打你主意 一个死生子而已,死了就死了 只要穆家脑子没什么问题 就不敢和咱们彻底闹歪 爸已经决定和王家联姻 到时候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 我,不想嫁 姐,你先得摆正自个儿身份 这里是 没想到我到蓝星了 只副身体的原主人 也叫穆尘峰这个名字 我原本是仙界万年难遇的天才 不足千年就修行到先帝境 然后我再到这几点 领悟到了道体源流 让我可以冲击更高境界 没想到 走路消息 被三个先帝偷袭 强行索要道体源流 虽然我灭杀两个先帝 但还是生死盗宵 侥幸只有一缕元神逃走 早听说蓝星法则缺失 灵气稀薄 没想到遭到这种程度 这种情况 我最多只能恢复到 聚弃五层的实力 既然得到了你的身体 我也继承了你的因果 你的仇我会报 你的家族我也会庇佑 等结束这因果 我再杀回新界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牧家人 南星虽然没什么修行者 但是这样一幅风景 也挺有意思 我当然知道 你是牧家的小姑娘 大半夜的一个人在外面 是不是在找哥哥我 放开我 我要去找少爷 少爷 你说的是那个私生子 小姑娘长得这么水凉 来来来 让哥哥帮你检查身体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干男人都爱干的事 几个烂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还挺像你们干得出来的烂事 正压人办事 不想干的人滚 他大半夜出门找我 你们打他主意 不问问我的意见 你这废物 怎么提你你就出现 少爷 终于找到你了 打扰我兴致 把他废了 扔远点 怪就怪你 自个儿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我劝你最好别动手 不然待会儿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知道 你们一群恋恋的 跟我一个修仙的叫什么劲 你 你刚才说 要废了我 坐草哥是正美 你就是个私生子 我知道你不姓正 废话真懂 吓着了吧 现在没事了 我以为就要被他欺负了 心天道体 这姑娘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好好调教调教 未来肯定能成就新帝 没事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 家主还等着少爷回去 先不管那老头 咱回家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沐尘峰 我要你生不如死 哥 我被人欺负了 沐尘峰这孙子下手老狠了 老黑了 哥 他打我 就等于再打你的脸啊 要是传出去 让你的脸往哪放 什么 你被沐尘峰揍了 他在哪儿了 天二画府 是吧 就这样 挂了 能用的东西 什么事都办不好 没个轻重 不要滚 马上叫人 跟我去天二画府办事 妈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少爷来了 我给少爷泡茶 路上碰到雨林 就一起过来坐坐 泡茶的是我自己来 你现在是病人 还是得先好好休息 让你费心了 人还在上面 你直没动静 所有人都不准留守 出了事我担着 走 穆大少 你也在这儿 谁给你的这么大胆子 给你半分钟 带上你的狗滚出去 穆大少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麻烦再说一遍 小林 外面怎么这么闹 你进去陪着阿姨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出来 嗯 你小心些 给了你们机会 既然都不想走 那就留下来喝茶吧 别我弄死他 哥 你喝茶 你坐下 我抬头说话脖子不舒服 好嘞 谢谢哥 说吧 这事你想怎么收成 三十万 让哥您啊 消消气 两百万 哥 会不会太多了 你们这么多人吓着我 什么时候到账 你什么时候回去 没有啊东西 还不赶紧去办 哥 稍等 等会儿就到账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 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脖子不舒服 来给我捏捏 好嘞 力道合适吗 速度挺快 你走吧 不过还有下次 就不止这点钱了 是是是 以后一定不敢再得罪哥 小弟 我先走了啊 郑上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郑上 要不要再叫下兄弟过来 要不是你们没用 我能丢这么大脸 回去了 慢慢收拾你们 正北大半夜出去一趟 怎么回来就变成那副样子 小少爷和别人起了冲突 吃了点亏 赔了两百万才算善了 这会儿家主正在训斥少爷呢 我这老弟平时自负惯了 吃些亏也是对他好 吴小帆的行程打听清楚了 吴小帆是燕北吴家的掌上明珠 和他处好关系 以后对郑家 百利无一害 吴小姐明早八点到渝州 三天后才回燕北 他第一站去崖洞 知道了 安排一场偶遇吧 好好休息 最近都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了 我保证 别走 我害怕 有些睡不着 那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 骗人是小狗 我要是骗你 我就是小狗 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 听说牙洞有人卖古董 明天去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对恢复修为有用的东西 诚说 你尝尝 可好吃了 我的职责是保护好小姐 就不吃了 是我一个人玩 多没意思 我去那边看看 这么巧 没想到会在渝州碰到吴小姐 你谁啊 我认识你 三年前在燕北 我见过吴小姐一面 吴小姐来渝州 正巧我也有空 要不带你逛逛牙洞 也成 有个本地人做巷的 我也省事 成书 就让他跟着好了 是 小姐 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旧物 但也都是繁品 对我没什么用 这块玉佩应该有上千年吧 并且玉佩中还蕴含的灵气 十分充沛 老板 这玉佩怎么办 小伙子 眼神真好 这可是西州的 好几千年呐 要是承信要五百万 西州 我看是上周的 五百块我拿走 成交 哎 这玉佩挺漂亮 老板多少钱 密信到账五百元 不好意思 已经是我的了 他不是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 他怎么也在这里 难道 沐先生 我花五万 向你买这件玉佩 你还满意吗 当然 不满意 他好像变了个人 诚书 我有些不开心了 小姐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到我了 小兄弟请留步 怎么 抢买不成 准备抢抢了 小兄弟 我出五十万 买你这个玉佩 亏死了 我亏死了 五百块的玉佩 转手就卖五十万 哎呦喂 这年轻人赚大了 哦 我不卖 那小兄弟今天 就走不了了 玉玲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嗯 你一定要小心 看来 你还是想用抢的 小兄弟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 你这辈子都得罪不起 这世道 就是这样残酷 啊 好可怕的气势 这年轻人 看来有遭殃了 你说的没错 但很明显 我不是你能得罪的人 你是什么人 啊 成熟是宗师竞高手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什么来历 沐家家主的私生子 沐尘峰 私生子吗 哼 有点意思 小兄弟 少年英杰 你不愿意让出这玉佩 那我也就不强求了 少爷 我刚跟你分开 就被人强行带回 沐家山庄了 臭女 还敢打电话 这声音 沐雷 我师承正一派 家师正是玄丰道人 小兄弟年纪轻轻 就有一身本事 敢问 师承哪位高人呢 谁空的英语 再烦我 死 刚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张叔 你去开车 我发现了件很好玩的事情 小超 我送你 你为什么帮我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沐尘峰 你别想给我捣乱 开车过来 去沐家山庄 沐尘峰 等吴小姐回雁北后 我再慢慢找你算证 大叔 怎么练的 身体这么棒 别碰我 大叔还挺高冷 老爷说了 现在还不让你回山庄 滚 程叔 他这一家可比你厉害 小姐 我老了 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现在家族什么情况 你心里没数吗 谁给你的胆子 得罪正北 你想害死沐家 小少爷 我错了 小少爷 你忘了在沐家 只能有一个少爷 我打死你 他是我的人 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 滴滴 野种 你以为你是谁 在沐家 我想打他就打谁 你挡他一巴掌 我费你一条胳膊 很公平 施主 施主 他是你弟弟 你还下这么重的手 没名分的东西 把他逐出沐家 外面学了几手 三脚猫功夫 就要赶在神庄里放肆 我 还没死 我看你是长辈 不想和你动手 少爷肩膀粉碎性骨折 会留下后遗症 太公 打死这个野种 太公是半步宗师高手 母尘风啊母尘风 你死定了 真疼 跪下 手架拔 你也配让我跪下 当然你是旺的 沐家谁说了算 沐太公 我劝你别对他出手 你是谁 一个外人 也敢来管沐家的家事 我姓成 焉北 沐家人 他可是龙国宗师榜四十三名 怎么会来沐家 那这位是吴小姐 各位叔叔婶婶好 我来说几句公道话吧 吴小姐想说啥说啥 不用介意 吴小姐来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快准备跪宾厅 吴小帆这种超级千金 怎么来我们这儿了 如果把他追到手 下一任家主 非我莫主 沐尘风在沐家没有名分 他殴打未来家主 又得长辈不尽 这种人在吴家早死了 吴小姐说得对 这野主就该死 不过他好歹有沐家血脉 直接杀了 太不经人情 所以我建议逐出沐家吧 你听见了 我不杀你 跪下 受加法 之后 你和沐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你可以试着让我跪下 好好好 我看看你的野路子 究竟要多少分量 我劝你真别动手 除非你嫌命长 小兄弟可是宗师高手 我也不是他对手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野种 是不是哪里误会了 笑死我了 一群笨蛋 把自家年轻宗师 亲手逐出家族 沐尘风 我诚恳邀请你来吴家 放心 吴家可不像这些家伙那样 是个瞎子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小姐 有些不合适吧 他现在和沐家有关系吗 本小姐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只要点头 吴家能给你想象不到的资源和支持 保证你在五年内 成为龙国宗师榜前三的高手 对不起 没兴趣 陈锋啊 你是好孩子 刚才你和家族有些误会 我代表家族向你道歉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过我的一切 以后谁都不准干涉 包括你在里 绝对没问题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下一任 沐家家主 我宣布